你一定不能失去我精神的自由 七湘 你想害死我 我起碼胖了两公斤 你在开玩笑吧 你应该是担心自己太瘦 像风筝一样 风一吹 就飘到离我好远的地方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风筝线头 放在你手里的 很抱歉 喂 如何 很棒啊 能过你的关真不容易 怎么会不容易 我还觉得是我高攀了呢 查到了 很好 等一下把他的资料告诉我 谢了 你还有事吗 等一下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办 那你先去忙吧 那我还可以打电话约你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等你的电话咯 那我让我的司机送你回去 嗯 杨小姐 你的助理还没跟上呢 没关系 他会自己回去的 不用理他 也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一个是洗衣服的钱 请你收下 小姐 你这点钱我们总经理 连洗衣店衬衫都不够 不然 因为我平常出门 真正有习惯带很多钱 要不然你看总共多少 我马上就给你啊 喂 叶多利 你是陪董事长签进去相亲 不是请你去饭店度假 献你十五分九秒内回到公司 否则你回家吃自己吧 不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事要先走 这个是我公司的电话 你看总共多少钱你跟我讲 我一定会付全部的洗衣费的 真的很对不起 我要先走了 不好意思 国经理 帮他叫部车吧 是 这个糊涂蛋 就算我要钱 连名字都没写会找谁要 喂 好 你等我一下 说 好 谢谢 掠夺力 我倒是要看看 看你长的是圆还是扁 原来这家公司就在画廊对面啊 对客人来说可真是进水楼台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齐翔 你来找我 你好厉害哦 这么快就知道我在这家公司上班 其实啊 这家公司是我爸爸开的 是他要来这里学习学习学习的 我只是来找一个朋友 在我们公司这么巧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叶朵莉 叶朵莉 你找他干什么 他在公司没有什么人缘耶 凭着自己小小的诠释就拿着鸡毛当的雾件 我怀疑啊 他这里有毛病 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啦 我会是听别的同事说的啊 其实我跟他也不算认识啦 我是受人之托来找他 哦 难怪 我都说了嘛 像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有你这种级级的朋友啊 来 我陪你去会议室 不用了 我自己早就陪了 没关系啊 你干嘛跟我见外嘛 反正我现在没事做 我陪你去啊 走 谢谢啊 你先坐一下 我倒杯咖啡也喝 叶朵莉 有人在会议室里面等你 哦 奇怪了 没约人吗 谢谢 请问 他怎么早来公司了 原来 他就是那个欧巴桑 叶朵莉 你是看帅哥看到啥啦 人家一等一等很久了耶 哦 是不是干洗的钱不够啊 我先去拿来给你啊 不用了 我今天来找你 其实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杨小姐 不好意思 可以麻烦你 让我们两个人单独说一下话吗 齐翔 这样不好吧 他这个人很无厉头 没家教 脾气又不好 搞不好啊 你会被他气死 我留在这里帮你 这样比较好啊 不用了 谢谢你 我真的想要单独跟他说一下话 齐翔 我跟你说 他是我接过来最不时抬去的人 闭嘴 真是个怪咖耶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个大怪咖 我只听人家说我是美女耶 我也听人家说过 一个女人 如果胸围没有搭过一的话 就不会说自己的胸围大 如果腰围没有低于24寸 就不要说自己有腰 还有 如果脚的长度 没有高过于120公分 就不要幻想自己腿真的很长 还有 如果你没有仔细照过镜子 就不要到处告诉别人自己有多漂亮 对了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讲话前 请记得要刷牙 因为 十分遗憾地要告诉你 你有严重的口臭 以上言论呢 除非是自觉者 否则 无需对号入座 另外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如果所有的女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你们两个人的话 我会选择她 也不会选择你 如果很不幸的她死掉了 那我也会很不幸的选择自杀 你 喂 七香 你去看家说我 看来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说话 这附近有可以讲话的地方吗 有啊 有一家咖啡厅 走吧